親愛弟兄姊妹 平安 平安 很高興新的一年 我們又在這裡一同敬拜 不曉得你們新年的假期是怎麼過的 是出去旅遊 還是就守在電視節目裡面 特別是今天我們的經文 可能跟我們在過年時候 常常被看到的 有一些新聞性的節目有關期 譬如說我們會看到新聞性的節目 有各式各樣到廟宇去求平安 求祝福 甚至為我們將來的總統 或者是國運 有不同的穿著附會的解釋 好像我們都被這神秘的力量去掌握 但是我們剛才透過今天 我們要一起來彼此分享的經文裡面 我們好好地來思考 來學習 為什麼 因為有這段經文 那這段經文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那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那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主 謝謝你 謝謝你創造一個世界的資訊 讓我們真的是在主裡面有重新來過的恩典 主 這時我們要互相來學習各羅西書 經文裡面的話語 求你讓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蒙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祷告是共主耶穌的盛名感恩 Amen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從剛才找到他讀的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知道說其實當時的哥羅西書的 哥羅西教會的信徒 他們已經是信主了 但是你要去想喔 他們在中間啊 你要去想他們當時候面對的環境是什麼 面對的環境可能是天上有太陽 有星星 月亮這些事物 來去掌控他們認為的 去掌控人類的命運 甚至呢 他們會認為說在大氣層當中 有各式各樣的靈體或掌權者 因為有這樣子的觀念 所以他們會進入一種思想 就像說我們要去做一個節制 生活上的思慮 或者是去棄絕它 我們靈魂才可以得到潔淨 甚至才可以升天 這樣的思想其實很吸引 當時候那個年代或那個環境的人 甚至怎麼樣子 他因為他跟基督的信仰 有一些的相似 所以也迷惑當時候的 哥羅西教會的信徒在這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說 保羅或者是聖經的作者 我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 他就表明 我們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在看哥羅西書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加清楚 他在這裡表明說 這些思想不能夠使我們禁錮 甚至怎麼樣子 會失去我們信仰裡面的根基 甚至失去基督的身分在我們裡面 因為怎麼樣子 基督才是一切的創造 一切的救贖 他已經贏過一切宇宙中的勢力 這是當時候他們的觀念在這裡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想法 那個聖經的作者保羅 在這邊的表達是說 我有透過基督 我們才可以明白 我們被造的 我們是在他裡面造的 甚至怎麼樣子 他造我的旨意是怎麼樣子 所以剛開始 他為了去幫這些信徒 去釐清楚他的信仰的時候 他一剛開始就有提到十五章 一章十五節到十六節的 他所講的 雖然形象太不見 但是他是活生生的與我們同在 這是他這一段話的 一個開始的一個基礎的架構 在這裡面當中 有可能我們會很認為說 我們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活在這個世界上 並不是這樣子 有可能我們是活在一個 進化論的世界 進化論的環境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想 我們真的是進化來的嗎 如果是的話 可能在傳統的信仰裡面吃完 年夜飯 我們追根究底去祭拜的 那個祖先的形象 有可能就是猴子的照片 甚至當我們在受啟蒙主義時期的思想 或是人本主義的思想的時候 其實也會載化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因為我們會用我們自我的認知跟盼望 來去做外在解讀的環境 就如同說 他這個思想也可能影響到 我們現在我們 我剛才講到我們可能接受進化論的教育 其實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裡面 其實父母可以為小孩子去選擇 我的小孩子要在學校接受的是進化論 還是創造論的系統 來直入小孩子的思想裡面 很可惜在我們台灣是 單向的進化論的思想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基督在我們裡面的 愛跟啟示的話 有可能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是活在自我的認知裡面 甚至呢 哥羅西書 像就像哥羅西書 他們所面對的環境一樣 而所帶出的思想 他們認為是怎麼樣 他們認為是只有靈是美善的物質 是邪惡 但是有時候真是這樣子嗎 不一定 更何況它在這裡表明的是 所有的靈 靈體 都是靠著基督存在的 可能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去 像新的節目一樣 會去求福 會去求求財一樣 但是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一些都是靠著基督去存在的 但是基督是高過於他們的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想到說 從那個當時候 歌羅西書的環境 也可以對比到我們現在 我們有可能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被什麼 所綁住了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被算命的 被星座的話題去綁 綁住我們的思想 特別我剛才有提到說 一剛開始的過年的事 一剛開始我剛開始有提到說 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有可能 我們打開電視節目 有可能就是講的是 如何開運 如何求平安 即使 並不是在過年的當中 我們也可能 在我們現代的生活裡面 他不是基督的信仰 但是他可能有一種 物質主義的批判 所以他會想要去專心的尋求 甚至是超越物質的精神 這種追求來滿足自己內在 內心的和諧 或者是他有可能是怎麼樣 他可能被神秘經驗去吸引了 其實這樣子的經驗 在當時候 也在現在對我們來講 特別是現在生活有壓力的人 有可能會被這樣子的思想去吸引 甚至去認真的去尋找 所以真的是 求祖來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真認識他 真知道 祂是我們一切的根源 為什麼 從那個 電視節目上 過年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感覺說 感謝主 因為十字架上的愛 使我怎麼樣 使我知道 我不用去冒著 你真我朵的情況下 才能夠去搶到頭香的祝福 有沒有想過 因為十字架上的愛 可以讓我們不用這個 擬真我朵的情況 我們才可以享受到 我們才可以享受到這個 因為十字架上的愛 我們連去這一些的 真靜 這一些的擬真我朵 甚至怎麼樣 甚至有時候還要怎麼樣 危害我們個人的生命 危害我們個人的生命 我們才 這樣的努力 才可以得到一整年的平安 有沒有想過 但是十字架上的愛 勝過這一切 所以真是求主幫助我們 知道在各式各樣的情況下 是主基督的愛 在我們裡面 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夠 與他隔絕 其實十字架也代表什麼 十字架也代表其實 在當時候 要去展現政府的權力 甚至怎麼樣子 甚至去展現 就是說 我是同管你們的 我是管控你們的 要警戒所統治的百姓 但是從今天一剛開始 我們這一段的新聞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意義 叫做愛子送 就是針對把基督的特性 特質 把他在所有的福音 在所有的書信裡面 特別把他高舉出來的 一個一段新聞 所以這一段經文 剛才講到裡面 這一段經文 也有一個叫做 愛子送的意義在 那因為這一段的經文 剛開始講的 從它的背景 我們知道 它是一切創造的根源 一切創造的 一切權柄的源頭 真是我們剛才說 十字架有時候是展示 它政府 當時羅馬政府的群力 它十字架也是一切領導的源頭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甚至可以讓我們去明白說 其實 上帝的透過耶穌基督的愛 在十字架上的愛 它幫助我們怎麼樣 幫助我們去勝過 我們所不能勝過的 它用最真實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因為它成為一個 有血有肉的虛體 來告訴我們 它勝過於當時候 你有這些的權力 這一些 你覺得你被 某些東西可以感控 甚至是 一些的思想去左右 所以 十字架上的愛 它提到的是 耶穌基督 祂勝過這一切 所有的 為我去救贖 使我得到豐富的恩典 那這樣的恩典 就像我們剛才說說 它不是靠暴力 靠著你真我我奪 使我們可以得到祝福 使我們可以得到一整年的平安 那我們也可以提到 我們新書禮拜也有講到說 其實這樣子的恩典 也是怎麼樣子 使我們有重新來過的恩典 在我們裡面 我們在新書禮拜有提到說 為什麼有時候人 需要內在抵制 因為他沒有辦法 跟自己和好 所以他會產生內在的衝突 但是因為這個十字架上的愛 使我們跟神跟人 怎麼樣子 不再有抵對衝突的關係 甚至怎麼樣子 把我們引到一個新的境界 新的領域當中 在各羅西的一章二十二節 那邊有提到 它不只是使我們和好 甚至是把我們往向聖節 往向一個跟它起初創造的樣式 是一樣的方 一樣的形象在裡面 我們可以提到說 新的一年 我們會希望萬象更新 我們希望我們在新的一年裡面 我們把去年的挫折 去年的失敗 去年的不如意的事情 一筆勾銷 重新來過 我們知道 日曆可以這樣子 一張一張的絲 重新開始 所以 nytt 業的業績 一一樣可以每個月 從頭開始 但是感謝主 bedrooms ethicalism 當我們與主連結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也一樣的 是可以與主 重新的開著 開始 我們可以說 沒有人 可以 再回到過去 去重新開始 有可能嗎 不可能 蘇碑 我們很阿Q的講說 我們做時光回溯季 但沒有辦法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一個可能是怎麼樣 當我們跟上帝 跟基督去做連結的時候 我們要重新開始 這個例子我對年輕人有舉例過 我們在新的一年 我們一起再次的複習 或者是再次的去想想 當一個人跟上帝有連結的時候 他要知道基督使他有存在的意義 這個人是誰呢 他是英國人 那大家都知道黑母解放 黑母解放我們只知道是 林肯 潘若尼 他其實他 在他還不認識祖之前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荒唐過 但是當他重新與祖的連結的時候 他甚至有想要有獻神的意念在他裡面 但是他的母師 就是寫那個奇異恩典的那個母師 告訴他說 上面要使用你在政治界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去不斷的去推動一個法案 因為當時候的黑奴 其實黑奴的社會 其實 你就想 我們家如果要 各式各樣打掃 要有一個傭人在 煮飯也要有 各式各樣都要有 但是當這一些都沒有 都被黑奴都被解放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整個政治經濟 是啊 會啊 甚至他要解放這些人的時候 你想 黑奴的那個交易啊 可以過利30% 但是呢 如果當這些交易 這些貿易不再做的時候 別的國家 人家法國也會做啊 那我英國不做 我不是很損失了嗎 所以他要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環境 他在這過程當中一直努力的 20年之後才使英國的議會 有助益或者是有正視這個問題 那正視問題跟到解放的話 又花了18年的時間在當中 因為就像我講的 如果你解放黑 黑奴 很多的經濟 很多的政治 都會在當中怎麼樣 都會在當中消失 甚至怎麼樣 有可能會在當中 整個利益的結構瓦解 就沒有辦法 但是他又在這個當中 努力了18年 在1833年的整個國會 透過解放黑奴的命運 解放非洲黑人的命運 我們可以去想到說 他的特質或者是他可能不在於說 像林肯這麼有名不有名 但是他值得被我們提的是 他沒有花任何的血 沒有花任何的戰爭而去做這個推翻的動作 因為當他與基督同心連結的時候 他知道他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當基督的救護屬靈 到了他的時候 他使他自己知道 他過往的悖慮 虛妄 甚至是知道自己的有限 當我們人有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也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 才會讓我們在生命當中有問題 如果是我們知道自己的有限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去仰待那無限的上路 上帝 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因為這個基督的愛 基督的恩典 是我在各式各樣的身上 各式各樣的環境當中 環節一個卡一個 一個卡一個 有所連結 有所維繫 甚至知道這個愛是使我是主動性的 重要的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愛使我跟上帝跟人 有和好的生命 甚至是活出聖節的生命 另外一個 跟非洲有關係 其實跟這個黑努也有關係 就是非洲之父李文斯登 他同樣的也是靠著基督 靠著他信仰的能力 在非洲成為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他可能是 他是非洲的第一個醫生 甚至是他在非洲裡面去制定 無論是在科學 在政治上面 他都成為一個關鍵的角色在當中 所以當我們跟上帝跟我們透過基督 去連結的時候 他要使我們成為他福音的器皿在裡面 有可能說在新的一年的裡面 我們要彼此勉勵什麼 在新的一年我們要彼此勉勵 在這個透過這一段經文的作者 再次告訴我們 他是一切更新萬有的掌權者 那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要知道他的目的跟義務 怎麼樣子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就是說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在基督裡面我們是新造了人 之外在新的一年 我們可以怎麼樣子 更多的去預備自己 更多的去裝備自己 更多的去認識 去追求上帝的話語在我的裡面 讓更多更多上帝的話 在我生命 在我早晨 在我中午 甚至在我生命裡面隨時隨地 詩篇的119篇的130節那邊有講過 上帝的話語就好像怎麼樣子 上帝的話語一解開 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使愚人膨打 就是說上帝的話語幫助我們 在我們在新的一年當中 要面對的事情 他使我們有方向 使我們有力量 高過於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有人在新的一年當中用各式各樣的 方式來求平安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求到祝福 但是在新的一年 在這個我們竟然知道他是 更新萬有的掌權者 這個是高過一切宇宙萬物的掌權者 讓祂的話語進入到我的生命裡面 不只是更新我 我自己也要被祂更多的愛 來去得著 就如同我們剛才提到的微博 當祂在被上帝在更新 在得著的時候 祂帶著這樣子的能力 祂這樣的力量成為上帝使用祂 在祂領域的一個見證者 同樣的有可能我們不論是在職場 我們在家庭 當我們跟這個更新萬有的掌權者 去做連結的時候 祂要為我們的生命不只是帶出力量 也讓我們的生命無時無刻 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一起同心來到 祂親愛父我們向祢獻上感謝 主謝謝祢 祢是透過基督使我們在祢面前 真正得著安息和力量的主 主謝謝祢 因為祢更新萬有的愛 使我們知道我們在這一切的事上 是等勝有余的無論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環境底下 主在新的一年 讓我們有更多從祢來的眼光 不只成為這一個領受恩典的人 主我們更要成為祢福音的傳播者 因為祢豐富的恩典 信實的應許 已經賞私在我們2015年 每一個時刻 主我們為此獻上感謝 謝謝祢 謝謝祢 創始成中 那個更新萬有 掌管萬有的愛 豐豐富富的存在 存留在我們裡面 主我們謝謝祢 我們這樣禱告 神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阿蕾 我們用這首詩 來去揮吟神 對我們 神對我們的愛 好好好 爹 кр� 師父嚨生憑光芒 溫柔永有思想 Bet Your soul 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梦的心不再长 完全的爱上 愿主爱快照顾我 在爱中的自由是吗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外包中 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的外包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有可能会像哥罗西的心不一样 面对的是各种多元的思想 或者是要靠很多我们觉得 可以掌握我们的方式 来控制我们的命运 但是透过今天 各种新书 他这样子的表明 他是掌管万有的 他是更新万有的 从这一段爱子送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更确信 十字架上的爱 已经超越宇宙一切的势力 一切的降绝 所以我们用更信心的 来回应 我们祝福祝福祝福祈福福祉 인� royal 向前对我们的爱 我一心不在隐藏 往全地擺上 愿主要来 来 交换我 在爱中 我只有是他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环保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我们要永远记得 这十字架上的爱 更新万有的爱 它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它丰丰富富的引领我们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 特别是它已经把一个丰富的恩典 更新万有的权柄 放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 好让我们在2015年 有新的恩典 新的力量 往上帝为你预备的方向 竭力奔跑 更新万的爱 要公公布布的充满我们 阿们 阿们